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五 周四澳股的行情可谓是继续稳中求进 澳股大盘占上6800点的大关 在上涨排行榜之上支付板块是表现优秀 支付二哥VEP是使用超过20%的涨幅 成为昨日的先进标兵 那恭喜在5块钱抄底支付2D的朋友们 那这份恭喜是来自指论大哥被啪啪打脸的Ellen 那对于VEP而言下意阻力是在8块左右 那支付板块是跟电商板块紧密相连的 我认为因为疫情的持续改变 对我们生活的持续改变 支付板块依旧具有机会可循 那科技股WTC是继续上涨 但没有能够站稳昨天早上短信当中所提及的阻力大关 因此谨慎期间可能依旧不易大举追涨 而稀土LYC则是继续优秀 其距离5块左右的价格目标只剩一步之遥 对于现价的傲股而言 在我个人看来 有的软块可能已经不再便宜 要成功先发疯 头脑简单向前冲 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 宁愿错过不能爱错 大家酌情进行参考 那在美股时段 美国大盘依旧处于历史高位 三大股指的眼神冷艳而又高贵 这会让我望而生微 那特斯拉跟蔚来汽车是继续横盘的行情 对于美股 我暂时选择持仓观望的策略 而在货币方面 澳元对美元迟迟未能占上0.78的价格大关 买涨澳元可能能需更多的耐心等待 而考虑到美元存在短期反弹的可能 因此澳元在攻破大关之前 能有下探0.76区域的风险 比特币昨天是迎来了调整行情 但对于比特币而言 我个人的态度是依旧看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对于喜欢跟认可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跟转发 对于在澳大利亚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 大家可以拨打03-8658-0602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对于想在微信上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 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GoMarketsAUR GoMarketsAU3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s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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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ophe